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那我們歡迎大家 這次來參加我們這次新一生系列的演講活動 首先我們先請我們圖書館的原館長幫我們致詞 各位同學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這一場的演講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皮特樹 這個很特別的一位朋友跟大家分享 他到各個世界各地旅行攝影的一些成果還有一些心得 他是一個7年級創意策略有限公司的創意總監 我不曉得這家公司做什麼 但是廣告設計 好 很高興 希望因為他的年紀大概可能比某些人都還小 但是看起來應該跟大部分的同學年紀差異不大 應該他的分享可以引起很多的共鳴 我們歡迎皮特樹 嗨 大家好 我是皮特 嗨 來 我先到這裡 我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我在旅行上看到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我出了一本書叫做 就是這個書名 夢想這條路踏上的櫃子叫什麼 有 我看到有人拿 對 然後 我今天呢因為時間沒有很長 我後來等一下會開放10到20分鐘的時間 來讓現場的同學做發問 所以這中間呢如果 我在演講的過程中你們有想到什麼樣的問題 想要問 或是你們平常有什麼問題想問的 然後我們等等可以在開放的時候可以一併問這樣 不要太困難的問題喔 就是簡單一點就好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 我有在旅行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是去做義工 然後我在義工的時候其實 我只是當時只是隨手 只是想記錄我自己在做義工的時候的 路上的風景而已 後來回到台北 就把它剪成一支影片這樣 那我來分享給大家 大家有沒有常常一個人旅行 有嗎 好你們先努力的吃東西好了 有沒有人看過這支影片啊 我現在要播這個 一個人旅行的影片 有一些有看過 我直接先跳下一題好了 其實 當初為什麼 其實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 我在19歲的時候去當背包客的 然後很多人就問我說 為什麼會在那個時候 因為這個時候其實就是還年輕 在念書啊或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選人在19歲去當背包客 其實我當背包客這個理由 真的是非常誤打誤撞 這個呢 當初其實我本來是 呃 我也要升大學 可是升大學之前 那時候其實我應該 那時候已經想好自己想做什麼了 所以我就很毅然決然的 不顧任何一切 就在學校門口決定 我不要進去考試 所以我就 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那時候剛好在那段時間 呃 有一個朋友他要回南非 去 辦事情 他就問我說你要不要去 可是那時候 十九歲其實沒有 就打工 真的一個月賺的錢很少 我們去南非其實一趟要花 我那時候花了十四五 十四十五萬這樣 就是要花非常多錢 因為我去蠻長的一段時間 那那時候想說 而且時間其實只有大概五六個月 讓我準備 那這麼 這麼 這麼多錢我想說 其實當下應該是會說不要的 可是當下我是說 沒關係好不好去 我也沒有多想什麼 因為當時也只有一個念頭告訴我說 如果我現在不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不知道未來我什麼時候會做這件事情 那 還好那時候有這個念頭 所以讓我在每一次旅行 我對於每一次旅行 在我的人生中其實做了很多的決定 就是我都一直秉持著這個觀念 就是其實現在你想要做那就去做 因為你現在想要做 而你選擇不去做 你不知道未來在你什麼時候 你才會再去做 就是很多很多人其實 我們這個年紀啊 或是不管是我們這個年紀 甚至更大年紀更小年紀 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我們比較常常嘴巴上 會說嘴巴講了很多 可是實際上去做的很少 那我覺得其實年輕有一件很好的 很好的事情就是 年輕的時候比較衝動 那我覺得這個衝動其實 它是好的 只要你不在 在不傷害別人的前提之下 我覺得有一點點衝動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那都是好 不管愛情 旅行 人生中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子 對 那所以我覺得 還好那時候我選擇在 這個年紀裡去做這件事情 那在這路上其實 我遇到了很多 其實很多人問我說 在旅行上有沒有遇到 很多挫折難題啊什麼的 我好像其實也沒有太大的 除了錢以外 時間以外 然後大概只有遇到 我那時候在南非第一次出國 那時候很多人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記住第一次出國的感覺 因為通常出了很多次國之後 你就漸漸的就會失去一開始出國那種熱情 所以那時候我就第一次出國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很用力的出國 想說我一定要記得 我第一次出國的感覺 南非只是我 心目中前三名想要去的國家 然後那時候去 去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遇到我人生第一次搶劫 我就真的 這張照片是我被搶劫之後自拍這樣子 我想說為什麼我還有心情自拍 這是想要記錄一下當下的心情 其實我那時候其實 我被搶劫的時候的當天一整天 我都沒有那麼恐懼 是旅程的中間大概可能過了一個禮拜 可能過了兩三天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我才開始真的覺得很恐怖 開始真的覺得走在路上啊 我在去小鎮啊 或是公路旅行的時候 只要旁邊有 只要有出現人的時候 我都會很擔心 只要出現我覺得看起來怪怪的人 那個搶劫期 我在書上有寫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那個時候是我們在 我在市區 我在中心被搶劫 很熱鬧的街區被搶劫的 那時候 它是一條大街 我們做那個tour bus 所以我們就到了 我是在路上看到 遠遠看到一個教堂 我覺得很漂亮 我說那不然我們在前面那裡 在下車我想去看一下那個教堂 那那時候下車的時候 那個地方其實它就是有一個 就是很像這邊是一個柵欄 進來這邊就是教堂嘛 那當時我們一下車的時候 柵欄旁邊就站了一個 外國一個黑人 很高大的黑人 他就站在那邊 那其實當下你看到 其實你沒有太多的 不會有很多想法 你就是看到有一個人站在這 那你就從他旁邊這樣路過 然後走進去看 然後去看了這很漂亮啊 觀賞一下教堂 非常非常漂亮 教堂真的很漂亮 然後那其實大概逛了十幾分鐘吧 就走出來 我還在門口拍照 那因為那時候冬天 我就圍了很多東西圍巾啊 戴了很多背 我的打扮就是背包客 然後看起來就是一個 很好搶的外國人這樣子 那走出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黑人 那個黑人就是 看到我們出來他就 我們正要離開 他就跟著他也先走 所以他走在我們前面 那我們走出柵欄之後呢 我們是要往左轉 因為我們當時要去一個很漂亮的美術館 就是我在這邊自拍一個地方 的附近 然後那時候去 在路上的時候 因為他是非常非常 就是他就是外面就是很多車子 是很熱鬧的 路上是有人在來往的 那他當時走到我們前面 有一點距離 我就走得很慢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他說 走快一點 他就叫我走快一點 那時候我有余光先瞄到 後面好像 有一個人 跟著我們走 也是一個黑人 可是沒有想那麼多 那可能我朋友也發現 怪怪的 然後他就說 走快一點這樣子 那我就說 好吧吧 然後想說趕快先超過他好了 那正當我們 正當我們就要跟他平行的時候 他就 轉過身 一轉過身就把我朋友給扣住 然後他才被扣住 我才往後踏一步的時候 後面這個人就把我頂上來了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被夾死在中間這樣 而且當時是路上都是 就是對接是有人在走路 他可能看起來我們很像在聊天之類的 然後那個 還住我朋友的人 他其實是 他把一隻手插在外套口袋裡 然後他當時是說 裡面有 我忘記他講刀還是槍 可是我印象上好像是像刀 他就說 我們口袋裡面有刀 你們兩個把身上所有 就是有值錢的東西都拿出來 那當時我都 就是當時已經那麼刻苦的出國了 然後 就是想盡辦法存錢 我身上真的幾乎沒有什麼錢 我每天的錢都是 算算 算蠻剛好的 那時候我就很不甘心啊 我朋友 我就跟我朋友說我可以不要給嗎 我用中文講啦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可以不要給喔 那我們就一起死在這裡 然後 後來我當時就是真的 非常非常的很不甘願 就把我身上所有的零錢拿給他 可是因為是冬天 我身上其實掛了很多東西 有相機啊 背包 其實我覺得我們算是蠻幸運是 他沒有真的想要置我們於死地 這樣他只是想拿個錢 因為我朋友他是外國人 那只是因為跟我走在一起 會變得很像是遊客 對 因為都是我的錯這樣子 然後打扮太像遊客 又很像流浪漢 然後那個時候 拿給他之後他就揍一下我朋友 就是推一下 想說都已經給錢 你幹嘛還要揍我們 然後走 他就離開這樣 那時候我就 我們就這樣走去美術館 這一路上其實我都還蠻緊張 一開始都還好 我覺得被搶 我原來搶劫就是這樣 然後你沒有特別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 然後等到我逛完美術館 我覺得可能我們兩個都在裝鎮定 都很好看 然後就兩個都裝沒事這樣 都不肯提到剛剛的事情 等到我們 差不多逛到最後 兩個都一直在沈默了 在看美術館都不講話這樣 然後就各光各的 最後走出門口的時候 就在 就想說該怎麼辦 然後也不講話 然後因為 美術館門口到 我們要去坐公車的地方 還有一段路 那我們兩個 其實就開始 就開始討論起來說 那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走過去 因為其實路上 路上其實還是有一些人 坐在旁邊 陰暗角落 你就會覺得 你都會覺得有點危險 我們兩個就背對背 疫情以後 然後這樣橫著走 走到了 走到了公車站這樣子 後來我回來的時候 其實 我回來 其實我從南非 我那陣子回來台灣之後 我大概有半年 七八個月的時間 我都沒有寫下任何 我這趟旅途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 我回來的時候 我拍了 六千多張照片 然後 我心裡的思緒非常非常的滿 然後我遇到了很多事情 然後我看到了很多地方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那些是 當時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文字 去敘述 或是該怎麼去講 我在路上遇到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大概有六個月 應該是半年 半年時間都沒有在網路上 或是我自己的日記本裡面 寫下任何在關於南非的旅程 一直到 後來有Facebook之後 有在開始寫文章的時候 才開始有漸漸慢慢在 喔 對不起 半年之後 開始有在回想一些旅程 有才漸漸去寫 一直到Facebook開的時候 我才開始有在更深入的去思考 我在每 我在每一天 每一段旅程遇到的一些事情 我把它記錄的下來 所以那時候我在 我在 我在回想 我在搶劫這一段路程的時候 我就寫下這句話寫說 其實旅行的樂趣 旅行的樂趣呢 它在於它沒有定律 不一定是都全部如你所願 但只要是你的人和心 都在體驗 事後想起來 其實都是生命無可取代的 其實這就是旅行 讓人家著迷的地方 我覺得不管旅行 人生也好 生活也好 不管是好的壞的 在我們生活中 遇到很多事情 當下可能也許很挫折 但是我相信有一天 會回想起來說 對你的人生 在你的生活中 它都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 因為它就是一個限量版的 一件回憶 只有你擁有 沒有人擁有 好的壞的都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 我常會 常在部落格跟大家說 我們要去接受 好的 壞的 試著去 我覺得要去接受 生命給你的東西 然後我們去用我們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擁有 去付出 我們應該要去付出 我相信其實 這樣就是 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那 我這邊是 我其實在旅行途中 那時候我在南非 我每一趟旅行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 自己在旅行 有沒有一些 自己的怪癖 嗜好 這樣 我是很喜歡拍 陌生人的笑容 我到每一個國家的時候 我其實都會試著 去拍陌生人 但這個東西 就是 因為每一個國家的人文 環境不一樣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 比較危險的事情 因為不見得每一個人 都可以讓你拍 這樣 像我就有遇過 我曾經 我那張照片找不到 他就頂著一個很大籠子 大概 60公分吧 很大籠子 草籠 然後裡面放了很多蛋殼 放滿那種炸出來的那種 然後旁邊貼了很多毛 羽毛啊 然後身上就掛了一個電話 是那種撥接 那種轉圈的撥的 然後他就在講電話這樣 然後就這樣扶著籠子 然後在那邊講電話 然後我就偷拍他 我一拍他 看到我拍他的時候 他就瞬間直接走過來 然後臉就沉下來 他沒有笑喔 他本來是笑笑一講 然後就手伸出來說 給我錢 很兇 他是一個黑人 非常兇 我當下想說完了 我又要死在這了 然後後來我朋友就趕快來救我 這也是在南非遇到的 在路上其實遇到很多 很可愛的事情這樣 那為什麼其實 為什麼我喜歡在旅途中拍 陌生人的笑容 因為 有時候可能我們常常去旅行的時候是 有些人也許是因為自己 可能生活上遇到一些不順遂的事情 或是你覺得你需要被充電一下 所以你選擇去旅行 不管你是一個人也好 或是跟家人朋友也好 那時候我在 我記得我第一次旅行的時候看到 我那時候 我不知道南非的人其實 他們很開朗 身心很開朗 他們就 其實很容易 跟 其實外國人都是這樣 就是很容易就跟你聊起來 那我在記錄他們旁邊在聊天的時候啊 我當我在拍他們笑的時候 其實我就想到說 其實快樂就是這麼簡單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在這個城市 我們在我們自己很熟悉的城市裡面 環境裡面生活久了 其實我們 戴了很多層面具 我相信大家 也許可能都有這樣的感受 那 我常常在出國的時候 我透過陌生人 因為跟陌生人之間 我們是沒有任何的 利益架構之下 那當他展現出 你在路上 你只是看到一個陌生人 他可能只是很開心的笑 他在跟他朋友聊天 或是他可能是在看 那時候這個小妹妹 他是在看另外一個小男生在玩水 然後那小男生去全裸 然後就玩得很開心這樣 我那張照片本來想 放在那個 我曾經有破在網路上 就被檢舉了 因為是全裸的 可是我覺得明明就很可愛 然後書因為也沒辦法放這樣子 那 其實那時候我就旁邊 看到小女生就是 他們都是外國人 都是去那邊玩的 那我就 把他拍下來 你就會思考到說 其實在每一個城市 每一個國家 大家都過著跟你過一樣的時間 我們都在同一個地球上 然後 他們當然有他們的喜怒哀樂 但當我看到他們在笑的時候 會提醒我自己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子 今天大家還是可以好好的 活著過這一天 那我自己 又有什麼東西可以 又有什麼事情是真的過不去的 所以我都會透過 我那時候在透過 在路上看到很多人的笑容 我覺得提醒了我自己 快樂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才把 這個東西想要傳染給更多人 那我在網路上的時候 我就常常跟大家講這些事情 然後把這些照片給大家看 那那時候這下面我分享一句 我自己很喜歡的話就是 不要讓這個世界改變你的笑容 然後用你的笑容去改變這個世界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句話 因為我覺得 當然我覺得 不要因為說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其實 現在有聽到很多負面的新聞啊 或是我們常常聽到很多 不管是朋友對你的背叛同學啊 然後是課業上不順啊等等的 但是不要因為這個 黑暗或是虛偽去改變你原本自己 最真實的那個笑容 那這是我 在我在這些旅程中 想要給大家的一個 初衷的建議這樣子 那在這麼多旅行裡面 其實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去青脈做義工 你知道其實旅 我在書裡面有寫啊就是 旅行喔是會上癮的 然後 唯一的解藥就是在出發這樣 就趕快再出發 那那時候其實去這麼多國家 我覺得 有些地方真的很漂亮很漂亮非常漂亮 可是 讓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去青脈做義工 那時候其實真的太喜歡旅行了 可是因為旅行就是要錢 要時間 因為我自己要工作 那每一次旅行 其實我每一趟旅行 大概都是好幾個月 一兩個月 一個月 最少都一個多月這樣 那所以 工作上可能有時候 會時間不被允許 那當然允許的時候 就必須要 我得要花很多的錢跟時間 所以那時候就想 會想很多很多方法 有什麼方法可以去旅行 那我覺得其實後來發現 其實你真的想要做一件事 你都是想到 所以那時候想到 啊我去做義工好了 然後 因為其實義工一直都是我 從小到大的一個夢想 我想要去用我自己 能力範圍內 可以去做到 是去幫助我 我可以幫助的人 那那時候剛好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 這是我是跟一個香港的制空團體 他們就是非營利自己的私人團體 我就跟他們一起去 去青脈這邊做義工 其實這個地方他就 我到青脈的時候 我覺得他給我感覺很像 我是台東人 我從小在台東 台東長大 東部 然後這個地方我剛到的時候 我覺得他 感覺很像台東 我不知道那時候 就很簡單很純樸 包括地理環境的感覺都很像 因為我其實沒有太去多 去太多旅行 我們都在山上 那時候你看右下角這張照片啊 這是我剛到的時候 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熱情 我們一到 小朋友就是直接 牽著你的手喔 你都還沒有介紹 他就直接抓著你的手 然後牽著你的手 然後就拉著你走 然後就跟你講 前面那都是小朋友 然後他們就一人簽一個 然後就 就會一直跟你講 旁邊是什麼啊 他們就會一些簡單的英文 然後大概跟你比手畫腳這樣 然後 左邊這個 這個叫老虎 這個男生就是 很帥啊 他就是 我們一到他就一直爬在樹上這樣子 然後又爬下來 然後又爬到另外一棵樹上 一直在上面 然後丟果實之類的 就是很調皮 但是 然後我覺得他很可愛 他們非常可愛 他們那時候我有 這東西是大家都一直問 它是一種植物 然後他們小朋友很喜歡拿來做耳環 或是鼻環啊 然後 那時候他們就給我們帶了很多個這樣子 我這樣帶超級多個這樣 那時候其實在這個地方 我印象很深刻是 這些小朋友 他們是 都是孤兒 然後從小 有些可能很小就在 就去收容了 然後有些可能是有一點點年紀了 然後 那這個地方呢 他是兩個外 兩個外國人 他們是自己 在這個地方買了這一塊地 然後收容這些小朋友 然後他們在上面就種了很多有機的 這邊就是一個有機的農場 然後讓這些小朋友 除了他們有找了一個老師 除了讓這些小朋友在這邊 有學習上課以外 他們也有提供給小朋友長大 可能到一定的年紀的時候 他們就提供他工作機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個 一個機構這樣子 因為他 讓小朋友其實還有學習的能力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們到的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也很擔心 想說 我到底要去要做什麼 因為其實你去的話 可能我們都有安排一個流程 然後可能要幫小朋友上課 或什麼的 那時候想說 我也好像不太會教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教英文 萬一教錯怎麼辦 然後 那就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那時候我就帶著一把吉他 我沒有想那麼多 我也沒有練習什麼 我就帶一把吉他 說好算了 我到時候到的話 要不要教小朋友唱歌好了 就看看有沒有唱什麼民謠之類的 那時候我們到 我就遇到了有幾個 也是在那邊做志工的外國人女生 她就跟我講說 我們在聊天 她說她已經來了大概三四個月了 她已經來了一陣子 那她其實也沒有做什麼 她就說她每天就是起床 然後陪這些小朋友上課 陪他們玩 然後就跟著他們一起去做 就是做農或什麼的 那時候其實我就覺得 欸 其實這些小朋友 他們需要的 就只是一個陪伴而已 我覺得有時候 不一定是真的是 你必須要告訴他什麼 教他什麼 給他什麼 其實我們一個 每一個人 給另外一個人最大最大的禮物 就是他的時間 然後跟他的陪伴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人 可以給另外一個人最大的禮物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欸 那我就帶著一把吉他沒關係 我就好好的 花一整個下午的時間 我陪他們唱歌 因為他們不見得很多這樣子的機會 可以這樣子 彈吉他唱歌 然後跟外面來的 大哥哥大姐姐們就是有互動這樣 那時候我在那邊說 小朋友其實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單純還是 蠻成熟 我那時候就 我問了幾個 年紀稍微大一點的 會懂一些英文的 我就問他們說 欸 那你們 因為試著想說跟他們聊一些 可能一些比較正面的觀念這樣子 想說還是要宣導一下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跟小朋友在聊天的過程中 就問他說 欸 那你們長大的時候想要做什麼 我大概有六七個吧 所有的人都回答 大部分 所有人回答說 我要去大城市 我們要去就是熱鬧的地方工作這樣子 那有些就說 蠻多說想做歌手啊 然後有些想要做 那個舞者 因為他們其實都還蠻會唱歌 蠻會跳舞的 然後他們就想要去那個地方 去很熱鬧的地方 去大城市 我覺得他們就一直在講 想要去大城市 想要去很熱鬧的地方 那時候其實那一天我蠻震撼是 那時候我到這個 我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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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邊好幸福喔 活來這邊真的很幸福喔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去鄉下去玩的時候 都會這樣感覺 可是當下 我在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你卻發現他們 是多麼的渴望 想要去那個你來的那個地方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其實 很多時候 是不是我們自己沒有 懂得去珍惜 我們已經擁有的事情了 像我們活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已經有擁有了這麼多 這麼多的 很好的資源 或是這些環境 可是我們自己沒有懂得珍惜 然後 但這世界上有多少人 渴望著想要過 你現在 你現在正在過的生活 那一個下午 其實真的蠻震撼的 我就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很希望可以 離開這個地方 然後去更大 更好玩的地方去生活 或是去看看 然後去工作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原來 我那時候 就再重新再思考這件事情 其實 可能或許我們 都不懂得去珍惜 現在我們所擁有的 那時候還有一個小朋友 講的 我就寫在書裡面 我覺得也是蠻 動人的一句話 那時候 我就問 他說如果他是一隻蝴蝶 那他想要自由的飛 飛到他想去的地方 然後就覺得自己其實 那個時候常常來往 出國 然後去想去的地方去看看 然後就是很多人就這麼的渴望 想要 或許想和你一樣 可以這樣到處去 然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是 我們自己有沒有去珍惜 我們現在所擁有的 我們現在 我們能做的事情 也許我們 每個人都會抱怨 這是一定的 但是在抱怨的同時 其實去想一下 其實我們 我們常常去追求一些 不屬於我們的事情 我們常常一直在追求一些 我們沒有的 可是卻忘了去看看 我們現在有所擁有的是什麼 我覺得一個人會快樂 一個人會比較快 一個人可以活得很快樂 是因為他知道他自己 有了什麼 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有了什麼 所以他懂得去珍惜 知足 然後懂得知道自己擁有什麼東西 然後好好的去珍惜這樣子 那這趟旅程其實最後結束的時候 然後 我這是一個聼雅的小朋友 然後 他 我覺得他很棒喔 我那時候就有寫一個 獨一無二的文章給他 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是 獨一無二的 不要去 他跟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 其實你在 他很 因為他就是靜靜的嘛 然後旁邊有一個老師 會比手語給他這樣 你就在人群之中 你就會一直看到他這樣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 不要去害怕自己 跟別人不一樣 或是可能我沒有什麼缺陷 像我一隻耳朵是聽不到的 那我以前常常在工作 或是 比較吵雜的地方 別人跟我說話的時候 我都聽不太到 然後大家就會叫我 就是都會罵我 叫我重聽 我從國中的時候 大家就會一直 給我取個外號叫重聽 就一直叫我重聽重聽 其實沒有覺得怎麼樣喔 但是 小時候那個年紀會覺得很 就覺得很煩 一直聽到這種外號什麼 那長大其實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過得非常非常快樂 很開心 反正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它當然沒有影響 可能會影響到我的生活 可是 我想要講的是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有缺陷 每一個人都有缺點 但是 你要相信 你自己 就是獨一無二的 然後 要懂得先愛自己 別人才會愛你 這趟旅程 最後其實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我有一個非常感動 的畫面 就是 我們要走的時候啊 然後在那個 一個 一個茅草屋前面 那小朋友就是會過來 就是 跳些舞啊 然後歡送我們這樣子 我就遠遠看到有一個小朋友 就很遠 他就站在那個 一個角落 蠻遠的 然後我就走過去問他 你怎麼不過來 然後 我說 我 對不起 我就先跟他聊天 講一下 然後我說你怎麼了 我說以後 以後我會再回來看你 我非常非常順口講出這句話 然後他回答我說 是嗎 他就回答是嗎這樣 然後 我就 我說 真的啊 我說我會帶我其他的朋友來 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邊很棒 然後我想要再找你們玩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就會思考說 因為他們 遇到的人太多了 去這邊做志工的人太多 或許很多人 很輕易的就開口下了一個承諾 然後他們也聽多了 但是實際上真的做到的人 可能只有一個兩個 然後 那時候我就覺得 其實承諾這件事情是非常寶貴的 有時候你不經意隨便說出一句話 你不知道在別人耳裡聽到是多麼的 他可能很深刻 他可能很感動 所以他把它擠在心裡 我那時候真的 這話走的時候我真的好 就是好想哭喔 他這樣講就覺得 他 你不知道他到底承受了多少 這樣子的 來來回回的 折磨 或是他可能 他可能從期待 然後變失望 期待變失望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定 有一天 我真的會帶我幾個好朋友 一起去找他們 然後去那邊 再去陪他們 因為我覺得那地方真的非常非常棒 那邊 就是 我之前有把資訊PO在我的那個 Facebook 如果大家如果有興趣 有覺得想要做義工的話 其實也可以寫信給我 問我 然後我再把資訊貼給你們這樣 這個地方其實 去的地方也比較容易 也不會危險 治安都是安全的 然後他們也會提供住宿 你甚至可以用打工去交換住宿 所以對於你的旅費或什麼 都是 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的 棒 那如果有需要 其實大家可以 上網寫信給我這樣 那其實 這個 我那天在準備 講題的時候啊 這個問題是 我在每一次校園演講的時候 很多同學都很喜歡 都一定會問就是 可能因為我們現在在成長的過程中 我們可能面臨很多抉擇 所以大家問我說 想要想做的有很多 是怎麼樣 最後是怎麼決定好自己的夢想 其實我覺得我很幸運 我覺得我非常非常的幸運 就是 我小時候的時候 就決定好我要做什麼 所以 我爸爸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想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爸那時候 我記得你知道以前 小小孩不用戴安全帽的時候 我坐在摩托車前面這樣 然後我爸就騎摩托車載我 然後突然跟我講說 我說 我說爸爸 我可能說你以後要念高中 要念什麼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爸說你功課不好 沒有關係 你最重要的就是 要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努力的去嘗試 那時候 我的功課就開始一落千丈 就是 後來那時候其實 這句話 有時候 那個話很深刻 會印在心裡面 我的心理學 有一個心理學是這樣 就是 當下那句話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震撼力 可是 它是很深 它是繞在你心裡 你之後做的很多反射動作 很多事情都是因為這句話去做的 有時候很多人常常不經意的說了你一句話 也許是批評你 讚美你也好 可是我今天說了 可能批評你說了什麼東西 你可能當下也沒覺得沒什麼 可是其實你 之後 往後再做的每個動作 都是為了要防止這件事情 為了要讓自己 不要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 那個時候 其實我爸爸跟我講這句話之後 我就 就 當下當然 那麼 那時候很小 還不懂得去 怎麼去找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只是想玩 我爸爸叫我野孩子 我小時候就是放學的時候 就很喜歡去外面玩桌米場 之類的 晚上 然後 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 但 其實到國中 其實這句話 我就一直在 到我開始 要去面臨 要去升學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到底喜歡做什麼 我想要做什麼 那當時其實我覺得 我就做我自己喜歡 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就好了 所以 我非常非常開心 我爸爸在我這麼年輕 這麼小的時候 就跟我講這句話 然後 讓我懂得在那個時候 就去思考自己 然後 也 那時候有這樣子的觀念 所以我想要把這句話 跟大家分享 就是 不管此刻 或許我們還想要做的事情 有很多 我們喜歡的事情有很多 那我覺得沒有關係 無所謂 挑一件你喜歡 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就努力的去做 因為我覺得很多事情 都是這樣子 說了沒有做 只是 一直說一直說 我覺得寧可你去做了 或許覺得發現不適合 那至少你做了 不會有一天 你到了50歲才說 啊 那時候沒有去做看看 到了50歲之後 才去遺憾你自己 當初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當然 在做這件事情的前提之下 應該都是不要傷害別人 這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講的 就是 我覺得 我們這個年紀 常常容易很衝動 或是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 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太衝動 所以去傷害到了別人 不管是言語上的也好 身體上的也好 所以 這件事情 一定要放在心裡 那我覺得 只要在不傷害別人之前 努力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大膽的去做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 因為這一輩子 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的事情 你 如果都 不敢勇於去追自己想要做的事 那我覺得 那才是真正的對不起自己 那 其實 我有出這本書 這本書 其實它的標題是寫說 夢想這條路踏上的跪著也要走完 可是因為裡面 我大部分都在講我自己出國旅行的事情 在路上遇到的一些東西 那 其實 我想要告訴大家 也是 透過旅行 想要告訴大家 我對夢想見解 自拍 然後那個 就是旅行呢 其實 我當時會用旅行去做一個媒介 是有一部分 很大的原因 是我從小到大 常常 聽跟大家聊 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在聊天的時候 會聽到他們 在問 大家以後想要做什麼 然後 大家最容易回答就是 我以後想要環遊世界 這是很多很多人心目中的小小的夢想 然後 我當時覺得 其實我自己好像也很想環遊世界 一直到我可能高中啊 長大出社會 還是很多人會講 我想要去環遊世界 因為大家都很渴望去過這種很自由 無拘無束 的 的一個 事情 那那時候我覺得 環遊世界不是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沒有不可能 我覺得你想要去做 其實 你是一定可以完成它的 只是你要怎麼去 你要怎麼去做它 跟你願不願意去做 那那時候我才用旅行這件事情 去當作夢想 我發現大家心裡 每一個 大部分的人心裡 可能都有一個小小的渴望是 我也想要去旅行 我想要去環遊世界 那講到夢想這件事情 大家 可能都會覺得 好像 夢想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覺得 夢想對於我來說 它並不是一定是要這麼的 這麼的宏遠 或是它一定要是很偉大的一件事 或是它一定要是一個 非常非常困難 然後要很遙遠的事情 我覺得夢想它是 它也可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它也許只是 我明年想要跟我的好朋友 一起去歐洲旅行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這也是人生中一個小小夢想 夢想有很多很多種 夢想其實它就是一個目標 我們只是設定了一個目標 然後我們去執行它 然後完成 就是非常非常 我覺得這是我 我對於夢想的間解就是 目標 執行 完成 這可能比較理性一點 但是我覺得 那 當你要去完成夢想 當你要去完成一個很夢幻的夢想的時候 你必須還是要經過這段路上 因為我們不能只有嘴巴說而已 嘴巴說就只是空談 所以我們必須還是把它設定為一個目標 所以去執行去完成 但是這個過程中 執行並不困難 最困難最困難的就是踏出第一步 我發現很多人啊 就是 其實包括我以前也是 常常就是只是會講 很愛講很愛講 然後覺得 我覺得好像要去做這件事情 中間的堅持 遇到很多挫折 很多很困難的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做到 可是往往最困難就是 你踏出第一步 真的去做這件事情 才是最困難的 我相信旅行 愛情 生活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夢想也是 往往你踏出第一步 你就已經把最困難的一部分 解決掉了 你已經走了一半了 因為 大部分人都在第一步就 會膽怯 不敢踏出去這樣子 所以 那時候我用旅行這件事情是 所以我剛剛說的 目標執行完成 就很像你可以設定 你明年要去日本 假設你明年要去日本 所以你可以 當你明年好 你存錢 然後你訂了機票 然後等到明年的時候 你真的去了這件事情 所以你的夢想 你做設定的這個夢想完成了 我相信當你有這個習慣 去做每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小小的 中的大的 有一天當你 要去追尋你的夢想的時候 你是有養成那個習慣 可以讓自己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 夢想呢 就是 你自己和自己的事情 沒有 跟別人沒有關係 這句話其實就像我想要 剛剛 剛剛跟大家講就是 夢想不是只有 一定要設定很大的 我覺得 不需要去 我覺得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去 因為別人的眼光 或是 好像 這個社會 或是這個世界 或是你的朋友 大家覺得好像要做什麼事情 才比較 屌 或是比較厲害 然後 你就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沒有 那是 那是你自己的設計 你覺得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那就是你的夢想 不見得一定是 我要去做一個 很偉大的 作家 或是我要去做一個 很偉大的 明星或什麼也好 什麼的 我覺得 你今天只是 很單純的想要開一家咖啡廳 然後 就是簡簡單單 你也不需要賺太多錢 然後養幾隻貓 幾隻狗 在咖啡廳裡面 然後做一個好喝的咖啡 這就是你的夢想 不需要去跟別人比較 也不需要去做給 證明給誰看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最後 你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在做給你自己看而已 跟自己 自己跟自己的比賽 這是我對於夢想的一些 簡介 那 等一下 我影片應該跑好了 我先看影片給大家看好了 常常聽到你都會說 我 一個人的女性 需要很大聯繫 是嗎 但我踏上這段位置的女性 是她的自己配音 好啦 今天應該沒有人看這影片了 這就是 唉 我想跟大家分享 什麼 網路 有沒有人 去做過義工啊 現場 有嗎 舉手我看一下 也是出國做嗎 這是台灣做 出國 去哪裡 印度 去多久 去多久 是跟學校的嗎 還是跟 自共團體 是不是 喔 好像大學蠻多這樣子的 欸有的 喔 高中喔 很好喔 有人去過 有人去青脈做義工嗎 喔 沒有 好啦 那有去過青脈玩的嗎 喔 你是不是 這在青脈拍的 還要看嗎 有沒有人有準備問題啊 有對不對 有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大家有在看我部落格還是什麼的 就是 因為其實很多人寫信給我 然後我一直沒有時間回 然後每次我在講座或是簽書會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 可能就會跟我講到這件事情 拜託我回去一定要回家訊息什麼 可是因為我有點找不太到 每天都蠻多訊息 那有時候就是 回的時候好像 我剛回完一百分 可能有一千多封嘛 我剛回完一百多封之後 我再回頭看已經有五十幾封在回了 那我說那我到底要繼續回還是 其實其實也回不完 然後有些 有些寫的是那種 大概可以看半個小時那種 寫好長啊 他把他這一生 遇到 他把他這一個月遇到的事情 他感情的事情啊 家裡的事情啊 都跟我 我又很不希望我隨便回他 我希望我真的是把他念完之後 然後好好的 跟他說我想說的話 就是我沒辦法簡單一兩句跟他說 喔你要加油喔 好我們一起加油 所以每次我要回去 我就是很努力 我都回到半夜那種三四點 然後可能才回幾十封而已 就真的 所以要請大家 多體諒一下 見諒 應該沒有人 有記性吧 有嗎 對不起喔 先在這邊跟大家說聲抱歉 因為常常遇到很多很奇妙的問題 或是有人問我說 欸 欸Peter Peter大大 欸大大 這是比較年輕的用法嗎 Peter大大 他說 你覺得我要上大學嗎 然後 我這種話我也沒辦法很簡單的回 就是因為這東西 我其實 沒有辦法評估你的環境 或是你現在遇到的狀況這樣 那我要花很長的時間解釋一下這樣 或是可能跟前男朋友 女朋友分手啊 然後該怎麼辦 要挽回嗎 或是說我現在該怎麼辦什麼的 因為我真的也不知道 就是又只能要花很長的時間 跟他解釋這樣子 那我要跟大家講 感情這個事情喔 就是 其實 呃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是 如果一個人當 一個人在離開你的時候 然後 嗯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 踐踏自己的尊嚴 我的意思是說是 不需要去傷害自己 或是 然後為了要去挽留 一個已經不愛你的人了 我覺得我們這個年紀都很 包括我 我們都很年輕 我們遇到的那種感情呢 其實 有時候就是我們自己覺得很 驚天動地 我們自己覺得很深刻或什麼的 嗯 但是我覺得每一個年紀 我都會常聽到很多長輩 會說啊 你們這年紀談戀愛啊 就只是談個戀愛 可是我我自己是覺得說 我每一個年紀 有每個年紀的喜怒哀樂 他們的年紀有他們 我們的年紀有我們的 他們也經過我們的年紀過 那我相信在這段時間 因為我們很 我們是活著的 所以我們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們在這段時間 活著遇到的事情 對我們來說就是深刻的 對我們來說就是 可能無法忘懷的 我們可能當下就覺得 就是一件驚天動地 很永遠的事情或什麼 那我覺得沒有關係 繼續感受它就好了 這東西 我們就是必須經歷過這些事情 我們才能學習 我們才能成長 我們必須在 我們必須遇到錯誤 我們必須跌倒 我們必須遇到不好的人 我們可能才會懂得學習 然後懂得成長 懂得更好的人 那我一直覺得其實 不要害怕 一定都會有更好的人 他可能也許只是還沒有到 但是他有一天一定會到了 那在你單身啊 不管是你現在單身也好 或是你遇到這種情喪性也好 唯一要做一件事就是 好好的愛自己 我自己都是把自己提升到最好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先把自己用好了 把自己處理好 把自己處理好 把自己提升到最好的狀態的時候 我相信你會吸引更好的人 你會吸引到跟你一樣 或是更好的人 或是你想遇見的人 因為當你自己是一個很狼狽 然後你自己是沒有準備好的人 其實這段時間你看到的很多事情 反映在都跟你自己心裡 都是反映出你的心裡 現在真正是什麼樣的狀態 然後當然沒有一個人 是喜歡看別人愁眉苦臉的 你自己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不會有一個人喜歡看別人臭臉 然後是別人一言道語哭哭啼啼 你一定是 如果你看到一個人 他每天都是很快樂的 我相信你自己心情也會比較開心 就像你去餐廳 一個服務生態度很差這樣 然後就是一直很臭 你就會覺得我是有欠你錢是不是 他這樣跟你拆貨什麼 一個非常快樂的 他就是他每天來服務 其實你每天去這個餐廳吃飯 你看到他 他每天開開心笑笑 你自己也會很開心 吃這段飯你就會非常非常開心 我覺得在生活中也是 我們遇到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所以常常才會說 要把笑容帶在身上 不用強迫自己笑 可是我覺得自己去提醒自己 其實要懂得 其實當你很愛自己 你很理解自己的時候 你怎麼還會不開心呢 因為你自己知道你想要什麼 你自己知道你有什麼 所以你不會有欲望去覺得 我缺少什麼 我想要什麼 我想要跟別人比較 我要計較啊 我覺得我不快樂 我不幸福 當你知道自己擁有什麼 很清楚的知道自己 現在可以做什麼 然後你是什麼樣的人 其實很清楚自己的目標在哪裡 那我相信你一定是很快樂 然後也會很幸福的 講這麼長才跑得下去 好啦 其實差不多要 有沒有人想要問問題 有喔 好 那麥克風是怎樣 那麥克風是怎樣 你好 我是交大團科07的林鵬慧 然後就是 先來感謝你 因為 在我兩年前看到書 就是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啊 兩年前 我今年才出來 喔 可是 就是那個名字 嚇死我了 OKOK 這書名是不是 對 書名 因為我是看到書名才會很想買的 然後就是 就是 因為那段時間就是 這個名字就很打動我 然後 就還蠻感謝的 然後 就是我想問的是 你常常在部落格或FB 就是有給大家很多正向的力量 那 你是怎麼 就是 因為一個人一定會有自己脆弱的時候 那你是怎麼發現你自己的力量 因為你一直在給我們力量 可是那你自己呢 就是你有找到你自己的力量的來源嗎 有 其實這也是對 這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剛剛忘記講 我每次 每一次 謝謝 每一次講座啊 大家就問我說 喔 對不起 因為有一個女生喔 她前陣子寫信給我 然後我每次在講座 會分享給大家 她就說 Shitter 你都沒有 你都沒有挫折的時候嗎 為什麼你每次都可以講出 寫出這麼多正面的話這樣 我就回到她說 我說我當然會有挫折的時候 因為我跟你一樣 我也是普通人 我跟你 跟所有人都一樣 我每天遇到很多事情 我可能會生氣 然後我也會很難過 我會哭 然後我可能會發飆 或是任性 然後我不要做了 我不要寫了 或什麼 我今天不要發文 或什麼 但是我還是會發啦 然後 其實給我力量是什麼 我一開始 我其實一開始不知道 自己是怎麼樣去度過很多難關的 後來我回想起來的時候 我有發現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不知道在每一個人心中 是不是都有很重要的人 或是事情 對於我來說 我的家人 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爸爸我媽媽 我覺得我自己有個責任 是我要好好照顧他們 我看我的書 應該知道我爸爸有生病嗎 我剛剛有放一張 我跟我爸爸的照片 然後 我覺得我自己的 我有一個責任 是我想要好好照顧他們 所以其實 我遇到很多挫折 那時候爸爸生病 然後家裡的事情啊 或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都覺得 我就覺得 我必須要先把自己 我要先好好照顧自己 因為我 我這樣才有辦法去照顧我爸爸 那時候 我發現那個力量是因為 你當我 因為我有一個很深愛的人 然後 我的爸爸 我的家人也這麼的愛我 那我覺得 其實我會思考到說 有這些 有這些愛我的人 跟我有這麼 我有這麼愛的人 然後他們給我了很多力量 然後那些力量是 度過我 陪伴我 很多我覺得 我可能很挫折的時候 所以我常常會跟我家人 我不太跟我家人 分享一些很負面的事情 我以前工作的時候 就是 就還遇到再多挫折 老闆再怎麼樣啊 什麼的 很分白眼 然後就是 我可能回去也不會跟他們講 就是 我直接跟他們講好的 跟他們講好的 有段時間我也覺得 他們怎麼都不提亮 我就沒有好像 好像全世界都沒有人提亮 我都沒有人想過我的感受 為什麼我都要承受這些挫折跟壓力這樣子 然後 但是我想到其實 我看到我爸爸很開心的笑的時候 陪他們出去的時候 然後 看他們很快樂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就是 給我的力量 我要做的就是 只是為了這個而已 我做的這一切 不就是為了要讓他開心嗎 所以我有一部分的力量 是因為我的家人 我知道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有這些人 包含我的家人也好 我的朋友也好 然後就是 有這些人愛著我 然後 然後 我也深愛著他們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部分 有給我很大的力量這樣 那另外一個是 其實我覺得 遇到挫折的時候 一定要養成一個習慣喔 就是 一定要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 去做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可以發 對不起 是發洩 可以去發洩的一個管道 像我呢 就是我喜歡就是 把它寫 文字寫下來 所以我才會寫的一些東西這樣子 我覺得仔細去看好文章 會發現 有時候我其實是很悲觀的 我是遇到很多挫折的時候 我在上面寫了很多事情 然後 但是因為我透過比較正面的文字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喜歡 把負面情緒 去分享給別人的 大眾去傳染給別人 因為我覺得 透過網路上 這種散播力很快的東西 其實很容易傳染的 所以我選擇 用比較正面的思維 去跟大家分享 那 其實那些事情 有時候我是寫一個 我自己看的 那我在看到很多人留言的時候啊 然後 我發現其實很多人 都跟我一樣 有這樣的問題 或是他也很認同 甚至有些人會寫一些故事 然後他遇到可能比我還慘的事情 那我覺得那也沒有什麼啊 其實 而且我覺得每次我寫完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還可以好好的把它寫完 那也其實 我還可以好好的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 其實就沒有太大的 它不是一個真的這麼 那通常這樣的 80%這樣子的問題 都是我們睡覺起來的時候 隔天就會好很多了 大部分你真正遇到很挫折 你沒有辦法去承受的時候是 你連講都不太會想講 你當下是連咖啡打到 灑在你身上 你都覺得沒什麼 那有時候我覺得你上班的時候 衣服弄髒 你還在那邊好煩喔 衣服弄髒好想換衣服 你還有那些心思去思考 這些小小的 我們生活上的一些瑣碎小事 其實 並沒有什麼真正很大的困擾 是困擾著我們的 每一件事情其實過了 今天過了 我相信明天就會好了 對 那這是我在面對挫折的時候 我會 我會想到一些事情 跟我是怎麼去 所以要找到一個我覺得 是適當可以去發洩的東西 然後養成這樣的習慣 然後這樣子我相信 在遇到挫折的時候 可以讓自己比較冷靜一點 在那個地方先去宣洩 那或許 對當下的心情會 有比較多的改善跟幫助這樣子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有嗎 有嗎 有沒有 大家是不是都不想問是不是 然後我在 有 有 Peter你好 我是志工系的學生 嗨 那那個 因為其實我們會進來交大 都是有經過很多的像考試 聯考之類 那也是 整個台灣架構體系下的那種升學制度的壓力 對 那 很多人也是因為 可能父母的眼光 然後 或是炫耀的題材 或是藉口 對 那我想問一下Peter 會不會有時候 別人會對你有一些之類的奇外的眼光 然後 那時候你遇到這種時候的時候 你是怎麼去 overcome 去解決這種問題 對呀 還有在 別人認為可能這條路 走過去的話 就是 踏上這條路 可能這不是自己想要的 但是別人會覺得 哇 你很強 然後很羨慕你 然後 或者是說 嗯 師長老師很常說的說 為你好 對 那 嗯 請問就是Peter 是怎麼看這些事情 哇 現場那麼多老師 你這挖洞給我跳 好嗎 你知道我怎麼回答這一題啊 嗯 老師可以先借過一下嗎 沒有 哈哈 這我跟學生這件事情沒有 沒有啦 因為 然後呢 這種問題太緊張了 你剛剛意思是說 我再提清一下 你說 呃 自己想做要 可能也許現在在做 不是真正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怎麼去 然後可能也許有異樣的眼光或什麼 還是說是當你想去做一個你想做的事情 你可能會面對到很多異樣的眼光 是這樣兩個問題嗎 是這樣嗎 是 這樣嗎 其實那個在 然後三歲之後就會有概括他人 對 然後 嗯 對 然後那個 別人會 別人呈現的那個眼光 會讓你走上一些你自己 可能會讓你 會左右你的思維 對 那那個時候 好難的問題喔 嗯 其實 我其實我年期 我十五 十四五六歲的時候 我朋友都講喔 那時候有一些比較年長的 都說我們這一群小朋友很憤世技術 我們就是很 很自我 過自己想過的東西 然後就是打扮很奇怪啊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一群就是 每次在學校就是 最多問題就是我們這樣子 我們是最愛玩的 然後 但那個時候其實我 其實非常害怕別人怎麼看我 所以 我就 我一直偽裝自己喔 我就是一直去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我後來發現我其實做這件事 並不是為了我而已 我只是想要 讓別人覺得我很厲害 然後讓別人覺得我也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跟這個年紀的其他人都不太一樣 然後 我一直到我爸爸 就是我家人生病的時候啊 其實 對不起 其實我其實高中畢業之後 我就回 回台東 那個地方 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這個時間回去是一件很好的 就是 那個地方的人 跟我在台北 其實 欸 現在有沒有台東人喔 應該沒有吧 好 有欸 有一個欸 真的欸 哇 你好 你好 童鄉 然後 我那時候其實 在台東的時候我發現 就是跟我生活環境真的差好多 我那時候是在 最憤世技術的那個狀況下回去的 然後那邊的人啊 其實都好單 就是 以前的朋友啦 就是小時候的朋友 你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每個人都很單純 但我發現最 跟我差異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都在做 他們都不會因為別人 我發現我就是做很多事情 都一直有很多包袱 很多偶像 那個偶像包袱 那時候他們講偶像包袱 就是 不敢做那個 不想做這個 然後覺得 會覺得啊 我不要 這個東西 好像好像有損我的形象 感覺 明明就在台東 到底是要給誰看 我也不知道 然後那時候覺得我 就是出去戴墨鏡晚上 別人 那種小混混 騎摩車路過 罵我 那時候 那時候 其實 你就是什麼東西都想要 都想要跟別人不一樣 什麼東西都覺得 我就是要讓人家來稱讚我 或是 你就是想要包裝自己 然後 我在跟他們相處的時候 發現 他們跟我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他們都在做 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他們從來沒有在管別人 也沒有說沒有在管別人 就是 他們是 他們是 去選擇自己想要做的事 他們雖然一直生活在台東 可是他們的生活 比我快樂太多了 他們沒有跟別人去比較的心情 他 他可能他們唸的書 他們的工作 或是他們現在選擇要做的事情 未來想要幹嘛 都是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 去做這件事情 也許可能他們的父母 也有一些意見 或是 成長路上有老師啊 或是長輩 給了他們很多意見 但是最終 我看到他們還是選擇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這個事情我不知道 最後是成功還是沒有成功 但我覺得那個不重要 我覺得那個是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事情 我覺得這一輩子 我是覺得 我現在活著 我拿我自己來講 好了 我不要用你們了 因為你們老師都在這 我呢 我自己 我自己活著 我覺得 我可以按照 我可以按照很多人給我的期許 去做一件 大家希望我做的事情 然後可能我做到了 然後大家都很快樂 然後覺得你好棒 你都做到 可是其實最不快樂的是 我知道我自己開不開心 我知道我自己 在這個路上中 遇到了多少事情 到底我 我花了十年 二十年去做這件事 然後我到那一天 我會不會後悔 有一天說 早知道我當初應該做什麼事 我不知道我賺這麼多錢 或是 我不知道我做這件事 是為什麼要賺錢嗎 然後賺很多錢 買了很好的房子 然後 好 可能結婚了 然後怎麼樣 然後 我有了很多物資 我有了很多東西 然後 可是 我覺得 我自己是不開心的 我不知道我追求這一些 到最後這些人 可能就是跟我路過而已 他們最後也是各自過各自的生活 有一天 他把我塑造成 他們想看到的人 他們就離開了 然後我就過著這個 他們 他們認為應該要過的生活 然後我戴著這個很辛苦的面具 繼續活著 然後就發現這一輩子 其實就是我自己的事情而已 我就沒想到我就是戴著別人 希望我戴著面具活著 你懂我意思嗎 我按照別人的意願再過生活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對不起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 當然 長輩家長的意見 一定要聽 我覺得在我們成長過程中 其實他們 老師也好 他們 其實所謂的為你好 我是一直覺得 朋友啦 朋友之間的我為你好 有時候 有時候的為你好 是有點自私的 有時候而已 不是所有的 但 我相信老師或是家長的為你好 其實 就像我有時候會去叮嚀別人 叮嚀我 我很在乎的人 然後 但是我不會用為你好這個字 因為我知道這個話 太 壓迫性了 所以我就會說 我其實是關心你 我只是關心你而已 希望 給你更多意見 讓你有空間可以去思考 然後自己做選擇 我一定會想到自己做選擇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個體 我們都 活這麼大 我們自己懂得怎麼去選擇 怎麼去選擇 對自己好或是不好 因為只有你知道 你現在想吃飯還是麵 不會有人告訴你說 你現在跟我去吃飯 你是不是想吃飯 然後你就去吃飯 然後明明你就想吃義大利麵 但是你還要假裝自己很想吃飯 好 但是 終究還是會吃飽嘛 終究都是吃飽了 只是你吃了一個 你不想吃的東西 其實事情有時候 道理就是很簡單 但是別人看著你吃飯 覺得好開心 他也很開心 但他看到你吃飯 他就不開心 那 可是你自己不開心啊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 自從這中間 可以去思考這些事情 但當然我覺得 老師 家長給你的一切 其實是給你更多空間 他們用他們的經驗跟經歷 或是他們 學到更多的知識去告訴你 可能碰到這些事情 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他們才會告訴你 你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你應該自己要去衡量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剛剛講 我每次都一定要講一次 就是 前提是在不傷害任何人 的情況下 你可以去選擇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所謂的不傷害人 是包括言語也好 身體也好 身心上都是 我覺得 對得起自己 然後讓自己開心 這是很重要的 某一個條件 那其他的我覺得 就是你自己怎麼去選擇 所以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快結束了 還有一題 OK嗎 可以齁 老師OK嗎 還要問 還沒有人想要問問題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你知道我在部落格寫 我能夠寫 寫那個 寫那個什麼 我還這樣還回答你 寫那個 等一下可以簽書 沒關係 好 我知道 寫那個 我現在又寫一篇文章 我忘記了 我寫一篇文章 我收到一封 我其實為什麼會一直堅持 繼續 一直要寫 這麼多 我覺得很正面 或是我覺得我應該要 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自己 一直給我很多力量的話 是因為 曾經有一個 有一個媽媽寫信給我 真的看得非常非常感動 她在我一篇文章留言寫說 謝謝你 她說 數位謀滅的貴人 她說 因為她是一個單親媽媽 然後她是癌症 她有癌症 可是她 她沒有 她不敢去面對 她沒有力量去 去 對抗這個病魔 直到有一天 她突然看到我那篇文章 她哭了一個禮拜 然後她那一個禮拜 就是每天都一直在看我的文章 每天都在看 那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 寫說 她看到那篇是寫說 我說哭吧 我說哭 並不代表脆弱 其實有時候可能只是你堅強太久了 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子 然後她說她可能 看到那句話說 她可能產生了一個共鳴 她就非常非常的感動 到後來她就去 她決定 她要去做化療 因為她 因為她的 她有小孩 她那時候一開始真的沒有勇氣去面對 其實我看到這個我非常非常感動 那時候我後來我有留言 我就去找到她的Facebook 我去留言給她 她就也都沒有回線 我不知道後來她的狀況怎麼樣 但她就 那時候她寫的 我那個有PO在我的臉書上面 那時候我其實真的非常 有時候你不知道你說的一句話 或是你在網路上寫的一句話 是會影響一個人 會去拯救一個人 還是害了一個人 所以 我們自己都 一句話是真的有這樣的力量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包含我們在跟別人對話當中 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自己說的這句話 是不是會傷害到這個 這個傷害的程度有多大 可能你不知道 也許這句話就是她 心中沒有辦法觸碰的那個地方 所以 我覺得有時候 我都一直跟大家說 不要 為什麼不要去 用言語暴力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覺得要做一個善良的人 然後 其實善良的人呢 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解釋就是 善良的人其實他就是能去 很簡單 他可以去理解他身邊的人事物 他可以真的是用心去理解身邊的人事物 我覺得那是很成熟的一個表現 他因為理解了 所以他 並不會 他並不會去跟你計較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 你知事故 而不事故 這是奧黛利賀本說過的 知事故而不事故 是最成熟的善良 就你明明知道你可以這樣做 來保護自己或是來怎麼樣 跟他計較或什麼 可是你選 你不選擇這麼做 我覺得 然後 你就讓他這樣子 因為 你知道 因為你能理解這件事情是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成熟善良的表現 這樣子 好 以上呢就是 我想跟大家 好多 以上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你知道 那 等等可以 那個 簽書這樣 謝謝今天大家 謝謝 好 那 非常 謝謝 P特蘇今天為我們帶來這場精彩的演講 那同學如果接下來有問題 或是要簽書的 等一下都可以留下來 我們請P特蘇可以幫大家簽名 我們請P特蘇可以幫大家簽名 一下 請給我們 我們請P特蘇